卡蒂 无敌结婚狂 霸道女汉子 心地善良 自尊心强 乔治 看似吊儿郎当的无赖 其实是个睿智勇敢 有担当的纯爷们 资深少女卡蒂 住在美国西部的一个边境小镇上 这里环境恶劣 生活坚固 但卡蒂却希望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 开啃出自己的幸福生活 她有一间房子 几匹马 并十分擅长劳作 可她唯独缺一个男人 在当时的环境下 一个女人没有男人 就算不得真正的女人 大胆热情的卡蒂 放下了自己尊严 主动向镇上的未婚男青年求婚 男青年虽然很感动 但还是拒绝了她 卡蒂妹子请节哀 结婚这档事 讲究缘分地 与此同时 镇上有三个已婚女人 因各种原因发了疯 他们的丈夫无力照顾他们 因此镇上的牧师建议 将他们送回家乡 但路途遥远 男人们都不愿意接下这个任务 卡蒂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姑娘 你可真是条汉子 启程前 他解救了一个流浪汉 乔治 正好 卡蒂觉得此行需要一个帮手 于是以300美元作为酬劳 说服乔治加入 随后两人一起上路了 一路上天气恶劣 三个疯女人又是状况连连 甚至还有印第安人拦路抢劫 但无论旅途有多么艰辛 卡蒂和乔治始终没有放弃 很快 乔治的睿智和勇敢 深深吸引了卡蒂 在旅途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 卡蒂终于把持不住 向他求婚 可无论他如何恳求 乔治都坚决不肯娶她 嘿 我说乔治大叔 这是注定孤独一生的节奏啊 卡蒂只好脱光了引诱她 于是两人就在三个疯女人的注视下 疯狂黑羞起来 第二天一觉醒来 卡蒂却不见了 乔治四处寻找 却发现他已经上吊自杀了 乔治本打算一走了之 但终究还是敌不过良心的谴责 于是继续带着疯女人们前进 不久 饥饿交加的乔治 带着疯女人们来到一座旅馆门口 乔治进入旅馆 寻求食物和休息的地方 但满身土豪气的房主 无情地拒绝了他 气愤的乔治驾车离开 然后晚上偷偷返回 一把火把旅馆烧了个干净 最后乔治成功把疯女人们送到了目的地 休息一段时间后 乔治决定返回西部 他为卡蒂定做了一个木制的墓碑 准备拿到卡蒂坟前 但在过河时 醉醺醺的乔治只顾着跳舞 没注意到卡蒂的墓碑被人一脚踢到了河里 《宋香人》是一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法国剧情片 该片拥有奥斯卡奖级别的演员阵容 除自编自导自演的汤米·李琼斯本人之外 两位影后希拉里·斯万克梅利尔·斯特里普都有演出 故事本身很有新意 而情节的发展更是给了观众许多惊喜 同时该片也入围了第67届 嘎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